李翔咒回來了 那就是說 回不回來是他自己的 他的選擇 他說因為賴清德跟他談了幾小時 所以要忍辱負重 說不計悔慾 全力以赴 他就知道說人家會笑他 會罵他 就是我講的 當時也沒有人叫你辭 對不對 你說那個江啟臣 李彥秀質詢 也是剛好而已 你以為本來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也知道 你把國民黨黨政既退回 人家你都沒有既退回 人家是停權 你要把黨政既退回 一定會被國民黨委員 問 你要準備 這時候就心平氣和解釋就是了 對不對 我就為國服務 為人民服務 你話也可以講很漂亮 氣成那樣 不但侮辱你 還侮辱你家裡 還侮辱你祖先 誰在哪有侮辱你祖先 氣得要死 也不跟院長報告 就自己開戒口說我不幹 那不幹就不幹 不幹也尊重你 那又回來了 那你當時何必那樣 所以我倒不是說他回來 就說我現在覺得一個政務官 尤其部長級的政務官 你個性要穩定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動輒 這個咆哮動輒生氣 動輒就不幹 那個劉樹林 你那個副主委也是 寫一個檢舉函 寫的那個文字也不太通 我看來看去也看不太懂 你在講些什麼 副導會的主委 副主委這多麼重要的位置 你們搞什麼 我覺得你們那個素質 你們到底是什麼個素質 我是有點擔心 真的是這樣 對 立文不要笑 笑什麼 我覺得好糟糕喔 就是說他在這個位置上面 已經做了一年多了 感覺上這個人 就是你理子面子通通都要 就是這麼簡單 關於他也要做 可是呢你也不能夠質疑他 還不能夠羞辱他 否則的話呢 我比誰脾氣都大 好不好 嗯 你 啊 傻瓜 我們